据一台媒报道,今日丁晓晴被马克佑指控卖假包且欠钱不还,并在马克佑直播时还发短信威胁其朋友。 马克佑表示丁晓晴为了转移欠钱话题,竟捏造故事,告诉马克佑有记者在外面造谣,说马克佑家常有流氓出入,甚至还骗女明星去夜店陪酒。 后来马克佑亲自求证该记者,对方表示根本就没这回事,让马克佑对丁晓晴失望头顶,认为丁晓晴根本是故意抹黑,伤害她名誉。 李严谨也加入马克佑直播,说丁晓晴也卖假包给她,丁晓晴事后声称自己会处理,害怕错都推到合伙人头上。 而在直播中途,胖姐收到丁晓晴传来的讯息,讯息写,胖姐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事,现在已经消耗许多资源了,请让我们在不会延伸其他后续的前提下解决问题,不知您能否同意。 若您能允诺,我将在收到您回应同意的隔天汇款到您指定的账户,谢谢。 让好脾气的胖姐看到讯息忍不住发火,哪有人欠钱还这样威胁人家的。 还有网友留言丁晓晴已经行骗到大陆,而丁晓晴对此手机人未接没有回应。